這個防疫專責旅館 來專門收容這些快篩陽性病人的這些旅館 坦白講 這幾百人如果現在放在醫院裡面 我們台北市的醫療量能已經崩潰了 所以一定要有些人要讓人放在外面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這樣 有症狀的才出來做快篩 有嚴重症狀的才去住院 如果那個快篩出來 他也是無症狀的代言者 就要去住醫院 很快的我們整個台北市的醫療體系 會完全崩潰 所以這個常常在危急的時候 就需要大家幫忙 才能夠一起度過難關 台北市的集中檢疫所量能是否還充足 是否有不足的狀況 所以還需要跟中央協調 將需要隔離者送往台中 我剛剛已經說過中央其實每天都會給我們 他們願意支援我們的量能 那台中的部分就是有一些中央提供的集中檢疫所 因為北部的已經滿了 所以他就會開設台中的集中檢疫所的空間給我們 那我們通常會先聯絡相關的這些對象 那他願不願意到台中去 那大家願意到台中去 我們先會移到台中 因為台中也是中央開設的集中檢疫所 也有相關的醫護團隊在裡面 所以如果他願意的話 我們就會外送到其他的縣市 但是大部分我們還是留意